歡迎大家收看我的IOHashTalk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醫學大學 劉俊仁老師說的一句話 Androni身邊的人事物就是讓自己置身天堂 那這個是我的目錄 大家可以挑自己有興趣的部分 就是去點擊然後觀看 那我先來個自我介紹 那我叫金怡可是大家都叫我Stary 我來自馬來西亞的柔佛州 那柔佛州其實就是馬來西亞的最南端 然後我們的州屬十分靠近新加坡 我們跟新加坡只隔了一個柔佛海峽 所以如果要到新加坡去的話 就是很快一個長梯就可以到了 那我的中學畢業於新山寬柔中學 它是一間百年的老校 然後之前中學在馬來西亞也是十分知名的獨立中學 在我們學校呢 許多畢業生畢業之後就是會到海外去升學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會來台灣升學的一部分 因為要獲取資訊十分的容易 那我是一個非常喜歡音樂 非常喜歡彈吉他 然後得空的時候會look over的女生 那我也十分嚮往自由 然後喜歡到各地去旅行 那在爸媽心中呢 他們會覺得我是一個獨立有主見 但卻不太聽話的小孩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時候其實會很常給我一些意見 或者是想法 可是在做決定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蠻依照自己的 就是心裡想要的決定去做 那我為什麼會選擇來台灣念書呢 其實來台灣念書這決定是在我 出中山的時候 對就已經決定了的事情 當時候其實我只是想說要脫離 舒適圈 然後想看看自己到陌生的國度去生活的話 自己可以活成什麼樣子 所以就選擇來到台灣 那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台灣的學費相當的便宜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句話 Make your choice, be yourself 那這句話會在我的講座裡面就是貫穿 那也是我在大學生年很常對自己說的話 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我的學校 國立濟南國際大學 那國立濟南國際大學到底在哪裡呢? 它其實位於台灣的中心點 那其實很多馬來西亞的人都會覺得 就是台灣的中心是在台中嗎? 其實並不是 台灣的中心是在南投縣 那我的學校其實就是在南投縣 埔里鎮上面的一座山巷 那附近到底有什麼呢? 其實我的學校圍繞著非常多的觀光旅遊區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幾個不同的旅遊區 那我也覺得蠻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紙教堂 那紙教堂顧名思義就是用紙打造的一座教堂 那它其實靠近我們 就是距離我們學校非常的靠近 3到5分鐘的車程就可以抵達 在晚上的時候其實紙教堂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下一個景點就是日月潭 那日月潭也就是我打工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遊客 其實有客人來到這裡其實都會去騎腳踏車啊 會去乘船 然後那我覺得日月潭最美的時間點 就是早上六七點的時間 可是其實很多遊客並不知道這時間是日月潭最美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要上班 好,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既然不為外人知的秘密 我們學校真的好大 那怎麼說很大呢? 因為我會告誡大家千萬不要試圖散步到校門口 除非你很想運動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以我的經驗為例 從宿舍慢跑到校門口 你需要花上30分鐘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想要運動 千萬不要嘗試 那除了學校很大之外 我們學校也真的真的很漂亮 第一個就是櫻花林 我們學校有非常美麗的櫻花 那櫻花盛凱的季節 其實是在冬天轉秋天的時間點 那大概是一、二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間其實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遊客 就是到我們學校來賞櫻 那如果你有機會到近南大學的話 那一定要來看我們的櫻花喔 還有一個就是大草原 其實我們學校不管走到哪裡 我都覺得非常的遼闊 非常的漂亮 那也因為如此 其實你在學校很常會看到一個情景 就是會有新人在學校的某處就是拍婚紗 那週末的時候其實也會有很多就是 葡里正向的居民 就是可能到我們學校的大草原去遛狗啊 去野餐 那如果你幸運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明星在我們的學校拍劇或者是拍MV 那最近在我們學校上映的一部劇 就是在拍攝的一部劇就是 除了他好演的鐘樓岸人 那我們學校除了環境很優美 學校很大之外 我們也有超級高級的設備 那就是我們學校的游泳池啦 我們學校游泳池其實是比照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規格去打造的 那我覺得這個規格並不是游泳池最經典的部分 那他最特別的部分就是我們學校的游泳池裡面 有冷泉有熱泉有SPA還有三溫暖 然後每次跟別人說就是我學校有這些設施的時候 他們就會哇你學校好好喔 還有一個學生超級 我覺得超級大的福利就是校園聖誕演唱會 那每年學生會其實都會就是在年末大概12月 22到25這段期間就是會舉辦一個夏天聖誕演唱會 那他會邀請就是台灣的一些就是歌手就是來到我們學校做演唱 那這一張是沒有記錯應該是去年 就是去年曾沛池在我們學校演唱的時候所拍的照片 然後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冷冷的冬天 可是就有就是擁擠的人就是你會覺得哇好熱血 然後覺得嗯好開心這樣 那我在他大學也生活了大概四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記大生活的小貼士 那我們學校的交通其實因為我們學校是在山上嘛 那交通其實不一定是不會不會那麼的方便 但是我們學校就是有提供校車做接駁 半個小時就會有一趟 所以如果想要上山的話也可以搭校車 但是呢有些學生就是可能會覺得校車半小時一趟還不夠有效率 那如果你經濟許可的話你也可以購買機車 就像我在大山的時候就有買了機車那就可以到處到處走 對 還有一個就是專屬喬生的福利 那在記大的學生其實我們會有四年的保障住宿 也就是你是喬生你就可以一定就是 只要你沒有放棄住宿資格那你就可以住在 嗯就是學校的宿舍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喬生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學生都會 家境就是不一定會很好 那這個其實可以減輕蠻多就是家裡的經濟負擔 那這是我們就是季大女神宿舍的樣子 大家可以做參考一下喔 關於宿友的部分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啊我們可以自己選擇宿友嗎 嗯其實在大姨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自己選擇的 那祝福祖就會幫我們就是安排就是宿友 那比較特別的是大姨的時候你其實 因為我是橋生然後祝福祖其實就會安排一個橋生 比對三個台灣生是一起住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這也非常好 因為你可以跟台灣生去做交流 然後去聯絡感情然後融入台灣的生活 那你到大二的時候其實就可以自己選擇宿友了 不管你要就是跟台灣生住在一起 還是你要跟就是馬來西亞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同學住在一起 都OK喔就自己選就好了 那出社生活其實是在大學生活中佔蠻大的一部分 為什麼那麼說呢 其實你會我覺得宿友就很像你在台灣的家人 你會跟他相處一個學期一學年甚至兩三年的時間 然後我這邊就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小的宿舍點滴 在每年的年末也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其實我馬來西亞的同學 我的同學啦 那我們都會在宿舍開聖誕爬 然後在寒冷的冬天 可是我們卻有暖暖的平安夜 那我們就是會把聖誕樹搬到我們的宿舍去 然後大家戴著聖誕帽 然後準備交換禮物 準備好多吃的 然後就是一起度過就是聖誕節 那這個也是我在異鄉度過的另外一個聖誕節 是在一個朋友的家裡 那很多人就是會問 其實來台灣就是會想要詢問有關獎助學金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要記得點擊part 2 因為這部分會比較複雜 那需要詳細的解說 所以有想要知道的同學記得點擊喔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我的系所 那就是國際企業學系 那我們系所就是國際系的畢業門檻是 我們學校管院最高的 那就是135學分 有些人其實會問就是 135學分會很高嗎 那是不是要修很多課 其實也沒有啦 就是比其他系多修一點點課程而已 那當然也會有英文畢業門檻的部分 在國際系呢 其實你必須要修就是650學分 就是要通過多譯考試650學分 才能夠畢業 那什麼是多譯 其實多譯就是有點類似 就是Toffer跟IELTS 那因為多譯是在台灣 就是才會有的 所以馬來西亞同學 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他就是一項畢業門檻 就是英文檢定考試這樣子 那國際系到底在學什麼呢 下面我會就是透過學校的課程剔圖 跟大家做介紹 那大一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修四門 就是必修課 就是比較主要的 那就是經濟學 微積分 統計學跟會計 那這四門課 比較特別的部分是因為你必須要跟就是 管院的其他系一起修 那你可能會在這門課遇到財經系的同學啊 或者是管禪系的同學 那這是我們大一的必修課程 到了大二之後 其實必修課程會相對慢慢減少 到大三的時候 那選修課程會越來越多 那你就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 或比較想要知道的課程去選修 那這邊要跟大家提一下 因為我們系上就是有分三個次領域 第一個是國際經營管理的部分 再來就是金融與財務的部分 最後是行銷跟創新的部分 那這三個次領域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假如你修完其中一個領域之後 你可以向系辦去申請就是一個證書 那打個比方好了 那我如果我修完國際就是 金融跟財經的部分的話 這裡的所有課程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系上去申請有關 金融與財務這個部分的證書 好接下來就是除了系上的課程之外 我們也必修就是第二外語 那馬來西亞很多同學其實不太知道什麼叫第二外語 那第二外語其實就是除了英文以外 你還必須要再修多一種語言 然後通過一學年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第二外語就是已經通過了 那我們學校有很多的外語課程 那有韓文、日文、西文、德文、法文、泰文跟越南語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挑自己喜歡的課程去做選修 那對於就是國際系修課的建議的話 我以過來人身份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學弟妹們就是可以先在大一大二的時間 先把系上的一些必選修就是 就是修多一些 你可能可以一個學期修大概23、24這樣子的學分數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建議呢? 因為我是覺得到大三大四的時候 可能你也會有其他計劃 你會想要去7月實習 那你也可能會想要去交換 那或者是你想要去打工 那如果你先前把課程修完的話 你現在這個你才可以去有時間去做一些調整 那接下來跟大家說一下就是實習跟交換的機會 那我們國際系的系上 其實跟很多台灣的企業都有做就是合作的動作 所以你如果就是想要去實習的話 就請大家去參考我們國際系的官網 那裡會有詳細的資訊 那當然如果你到大三大四覺得非常的閒空 然後你想要到其他的國家去做交換 其他的學校去做交換的話 那這個部分你就要必須要上 就是我們學校的國際處的網站去查看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到國際處的 那個單位就是去做詢問 那這個是我在大二暑假的時候 到由神經度假村的時候實習的照片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過程非常好 因為我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我也認識了一群非常棒的同事 嗯在國際系其實我修了 就是因為我要快畢業了嘛 其實我也修了很多課程 那主要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以下幾個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課程 那第一個就是高級喬聲華語文 什麼是喬聲華語文呢 其實喬聲華語文就是台灣人所謂的國文課 馬來西亞人所謂的中文課 它其實也就是中文啦 那為什麼會叫喬聲華語文 是因為這堂課只會有喬聲去做選修的動作 所以叫喬聲華語文 那其實在我們大一行程剛到學校的時候 學校就會幫我們就是用筆試的方式 檢測大家的中文程度 那就是會分成初中高級 然後所以我當年的就是修的是高級喬聲華語文 為什麼覺得這堂課很特別呢 因為我認識了一個林玉佑老師 他是這門課的老師 可是他現在已經沒有在就是技大任教 他已經轉到馮甲大學去就職 然後我覺得這個老師在我的大學生活中 給了我很多的東西 就是我雖然大一的時候 學完課之後 其實我們到之後還有很緊密的聯繫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在最近一次跟他 一起在就是台中金色產賣喝酒聚產的照片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不像一個老師 反而相朋友多一些就是對待我們的方式 就是會教我們很多人生的道理 然後對很多事情遇到的困難 他也會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系上的特色運動 那我們系上就是薄契系必修兩門特色運動 第一個是高爾夫球很特別對吧 我自己來的時候其實也會覺得高爾夫球 嗯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沒有想過就是我可以學這個球類的運動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國標課 那高爾夫球課跟國標課是國際系的學生 必須一定要修的課程 那我覺得其實也很好 是因為可能我們以後進入職場之後 那如果是職場需要的話 你有這兩個的基礎的話 我覺得就是對你以後職場會很有幫助 嗯接下來最後一個要說的就是 國際禮儀與溝通技巧 這門課主要到底是在幹嘛呢 其實就是老師是在教導你 就是在一些國際宴會上啊 或者是一些商務會議上面 需要注意的禮儀跟事項 那在這門課我們會有瓶酒 就是其中一堂課老師就是會邀請瓶酒師 就是調酒師到我們的就是教室上面 他就會帶了十幾瓶的調酒 然後他會跟你說就是有關於酒的知識 當然也會有適合 所以當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不勝酒力的同學 就會醉的走出教室 還有一個就是西餐禮儀 那西餐禮儀也是柏里克其中的一個必修課程 然後你就會覺得吃飯很爽對不對 我可以吃西餐欸 但是你錯了 這堂課老師就是老師會在其中一天 把同學們就是帶到台中的西提餐廳 然後到的吃西餐的順序就是從前菜吃到最後的甜點 然後可是其實你在吃的時候你不能很好賣 你不能說我把牛肉切的很大塊 因為吃得很爽 老師就會在旁邊說 嘿不能這樣吃喔 因為很粗魯喔 對所以這部分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接下來要講的是我的課外活動 那其實課外活動在我的大學生活中 佔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然後我在大姨的時候其實就加入了國標社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是一枚職掌 我自己覺得就是在地下室練習的時候 我大姨的時候的社長就很常會說 嘿Stary腳不要走那麼大步很出爐 他就會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職掌 可是當然舞蹈這種東西就是你練習了你就會進步 到大二的時候 這個是我在大一的時候的表演 那時候我們是到亞洲大學去 那時候有一個就是中區跨校國標職業的活動 為什麼我覺得這很特別呢 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登上國標的舞台 然後我覺得這樣照片非常非常的有紀念的意義 那到大二的時候其實我就當上了社長 那其實大家都會覺得社長是一個很華麗的名詞 可是其實當時我是抱著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 接下這個職位 因為當時候大二級的社長的時候 其實我的舞靈也只有一年半 所以我會很擔心說 我的舞蹈的實力啊 或是辦事的能力到底有沒有辦法當 就是名服其實的就是接這個社長的職位 或者是我有沒有辦法就是很好的把 就是社團帶往更好的方向有更好的發展 可是我覺得壓力其實就是最好的成長動力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在我當社長的那段時間 也就是我的舞技跟我的辦事能力成長最快速的時候 那其實在大二級社長的期間 我同時也接了其他兩個社團的幹部 然後當時候就是有點火在地下室的日子 嗯我覺得那時候我有個就是 大家不要學習的地方就是我有兩個月沒有去上課 就是為了忙著辦活動啊練舞 可是其實現在回想回去我覺得 那是我非常熱血非常青春的一段時光 然後我非常希望就是保持這樣子的熱血 對一件事情有那麼大的動力的這種態度 然後繼續生活下去 好那這是我在就是地下室就是練舞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社員非常用心的在練舞 那我到現在都覺得國標這個舞台 依舊有鬼神般的魅力 因為其實就是國標社的大家 竟然可以為了台上的三四分鐘就花了千百倍的努力在練習 我覺得這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那這是我在大二國標舞展的時候的一些跳舞的照片 我覺得很有意義是因為這是我跟我的幹部們一起承辦的舞展 那我覺得我們都是那顆最耀眼的星星 希望在看這個講座的你們就是在選擇事情的時候 都選擇自己就是有興趣啊或者是覺得開心啊 或者是自己想要的事情 因為你沒有辦法想像你在做你自己非常有熱忱的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多麼的耀眼多麼的自信 那是你自己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這個是我在大學最後一次站上國標的舞台 然後我覺得舞展就是這個舞展對我來說有非常大的經驗價值 因為它是我的國標生涯一個很完美的ending 那接下來要講就是很溫馨的大馬人 什麼是計馬同學會呢 其實計馬同學會是under在橋簾底下的一個組織 那其實剛開始來留台的我們其實都會擔心說 哦怎麼辦我就是來台灣我對台灣一竅不同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去生活 不知道怎麼過去就是會很擔心害怕 是你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當你在錄取的同時 在台灣就有一群計馬的學長界 就是為了迎接你的到來而做準備 不管是你在馬來西亞需要準備帶過去的行李啊 或是到台灣的街機服務 然後引心活動 然後採購日常用品 甚至到後面就是適應的部分 學長姐們都會陪著你就是一起度過這段時期 所以我覺得計馬是一個非常暖心的社團 那這個是我大一出到台灣的時候 跟同屆的朋友們一起到陸港拍的照片 我覺得那時候得我們真的非常親涉 那在計大其實也會有非常豐富的喬聲活動 所以你大學生活絕對不Lonely 那我們其實時不時就會有出遊活動 然後這個照片是我在大一的時候去墾丁出遊的照片 就是大家玩得非常開心 那每年我們就是都會辦 舉辦那個喬聲運動會 是為了聯繫就是各個喬聲的感情 因為我們不一定來自都來自馬來西亞 我們可能會來自港澳啊來自印尼 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在這個活動上面會有感情的聯繫是 交交朋友這樣 那在大二的時候其實我跟一個朋友就是珊珊 然後就是有帶領了大一的學弟妹們 就是跳啦啦然後自己啦啦隊其實就是我們喬聲運動會的開幕 那每年也會有國際週 那什麼是國際週呢 其實我們在國際週的時候就是會販賣我們國家的美食 然後同時間呢我們也會像就是可能其他國家的學生啊 或者是台灣生就是宣傳就是介紹我們國家的文化 那這個活動是我在大二的時候 對金馬同學會其實有跟日月潭的文物 我們要當時合作一個叫宗教文化節的部分 你們現在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就是人 其實就是我們起碼的學生 然後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會扮成媽祖啊 觀光的形象 然後就是在宗教文化節的時候就是出遊這樣子 就是遊行對遊行這樣子 那在大學的過程中其實我也有擋過了小小的澎湃模特兒 為什麼我有這個機會呢 因為我有一個攝影師的朋友 對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經驗很特別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嗯 我的相貌應該此生沒有辦法再當 就是沒有辦法當上模特兒這個職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經驗 然後 這張照片是我在大三的時候 大三的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國標社要舉辦舞展 然後需要拍宣傳照 所以就是攝影師有幫我們就是做外拍的照片 然後這個是 剛好我的朋友就是想要嘗試彭拍 然後正值我畢業之際 所以就幫我拍了這組照片 嗯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打工經驗 其實我在台灣還有蠻多打工經驗的 就是挑幾個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個就是客服蕭老師與助教 大家就會想說 嗯 客服蕭老師好像沒有很特別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個經驗很特別呢 因為 我的學生來自俄羅斯 那當時候是有兩個國際系的學妹 就是俄羅斯的學生 就是要就是 有點像是需要客服他們的會計 然後我當時就是擔任他們的小老師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你會用英文去跟他們做溝通 然後當然也會有文化上的交流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另外一個就是 逐步變成 變身小小咖啡師 那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喝咖啡的人 然後其實可是我之前其實對咖啡 並沒有很大的了解或認識 可是就是透過兩次不同打工的經驗 在一次在度假村一次在餐廳 然後我就慢慢學會了就是 怎麼去泡咖啡 然後怎麼去拉花 所以我覺得經驗很多時候是積累出來的 登登 這就是我就是其中一個拉花的作品 嗯就是可能還沒有到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還蠻自豪 因為是我是我自己自學的 那來台灣那麼多年 當然會有就是文化差異的部分 那其實大家在網上其實也很常看到 就是比方說就是 呃美食啊語言啊文化呢 所以就是這幾個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主要介紹就是大二你就成了媽 為什麼會成了媽呢 因為台灣有一個直屬制度 也就是其實你在大二的時候 你就是會抽籤 那你會抽一個就是你大一的學弟妹 作為你的直屬 然後在這段時間呢你其實就是 呃需要關心他們 就是你大學四年需要去關心他們的 呃可能大學生活有遇到什麼困難啊 然後你可能期中期末考的時候 然後會買嗯歐帕糖然後住他們 就是考試都有歐帕這樣 嗯所以我生了一兒一女 對在西上我的直屬系跟女生 然後在季馬我的直屬系跟男生 然後這大學四年我就有點像是 成為他們的媽媽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是你就是 嗯他明明是一個跟你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可是就是因為直屬這個東西 讓你們之間有了聯繫 然後變得很好 那在後來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的心得與收穫 那其實我是一個離家的孩子 當然會就是會有思念跟理愁的這部分 那其實離別是我 因為就是留學台灣第一次經歷 所以我第一次經歷離別是在 就是我爸爸媽媽幫我送集的時候 那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就是看到我 爸爸媽媽的淚水 就是我爸爸牽著我的手 然後就是他雖然沒有哭 可是他就是掉眼淚 然後會讓我覺得很正經的是就是 其實爸爸媽媽對我來說像天 他們像天一樣的堅強 所以這件事情還讓我覺得就是 滿傷感的 然後當然我來到台灣之後 然後我非常的想念家 然後其實剛到台灣的兩個星期 出到台灣的頭兩個星期 其實我頭腦裡面就一直不斷的回轉說 嗯我要不要就直接不讀就回家了 因為我真的很想家 可是其實想家這東西 思念這個東西 是你需要去體驗跟克服的 那當然到後來的時候 我也慢慢學會了什麼叫 就是報喜不報憂 其實這五個字在我的生命裡 在我留學台灣以前 我都覺得就是五個 就是跟我不相干的名詞 然後可是在台灣留學之後 我就會覺得 嗯這個是我很難深切體會的 因為可能你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跟家裡人說他也不一定能夠 就是綁到你什麼 可是其實他們還是會擔心 所以我在這裡我就學會了 怎麼報喜不報憂 可是當然就是因為我跟家裡人的關係很好 就是到後來還是 可能事情結束之後 我還是會跟他們說 只是當下可能就會選擇不說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在大學四年的過程中 你會錯過很多 那像我的話 還沒有來台灣之前 我記得我爸爸媽媽的頭髮是 烏黑亮麗的 可是在大二一次回家的 就是回家的時候 就是瞬間你會發現 天啊我爸爸媽媽的頭髮怎麼突然就 花白了 然後其實 嗯 那時候會讓我覺得就是 我有嚇到 然後當然我也錯過了我弟弟從 我弟弟從就是小學生到中學生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錯過他的叛逆期 我也錯過我妹妹的 就是嗯 事業成功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間錯過了 就整的回不去了 那當然 可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懂得怎麼去珍惜 因為相處的時間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很少 所以我都會很希望就是 每次回去跟他們相處都是很開心的 然後我希望就是我以後回手 跟家人的每一段回憶都是很快樂的 珍惜是我在這段期間 就是學會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說旅行嗎 他出去就是旅行 我覺得在台灣是一個很真實的寫照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嚮往自由 非常喜歡旅行的人 然後可是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看影片的你是大馬人的話 那你就知道就是其實在馬來西亞就是 並沒有就是自然上並沒有那麼的安全 那可能到晚上可能六七點的時候 我在馬來西亞我就不會出門 可是在台灣你可以非常放心的走在街道上 就算是凌晨一兩點 當然警戒型要稍微提高一些些 可是是我覺得台灣相對來說是非常的安全的 那你就可以就是在台灣的各地去旅行 那除了台灣本島之外 其實你要到台灣的臨近國家 比方說香港、澳門、韓國、日本 非常的方便 而且價錢也非常的便宜 那你就可以在留學台灣的時候做一個放射線旅行的部分 因為就是這樣很靠近 那這個是我在香港旅行的時候拍的照片 那是在迪士尼 那那時候去透過澳門去香港的時候其實機票非常的便宜 我記得就是差不多是1000多塊台幣 也就是100多獎近200塊馬幣的價錢 那這4年其實改變了我很多 那因為我來台灣之前可能是一個比較內向或者是不敢於社交的人 然後慢慢變成了現在的我 那其他幾個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你變了是我在大二最常聽到的話 雖然我現在大學4年經過這段時間 就是我回想回去我這4年的變化我會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努力的正在往一個更就是理想中的我前進 然後每個變化我都會覺得是好的 可是在大二的當下其實當我那時候回國的時候就是 聽到我高中的朋友啊或者是以前小學的朋友說 就是你變的時候我會覺得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或者是什麼樣的事情讓我變了 然後我變得不是他們熟悉的我 就是當時候其實情緒上會有點不能夠適應 可是其實到現在就會覺得 嗯沒關係你的每個變化其實都是在往最好的你前進 那接下來要給大家幾個就是反思與建議 第一個就是大學是社會的縮影 嗯這個要到底要怎麼說 其實你在大學的環境中不像在高中 那你可能會遇到不同的人 那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個性 那在大學中都如此的話其實社會上會 就是這個比例會放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要來就是就是看 就讀大學的你其實可以關注一下人際關係這個部分 那我不能跟你說怎麼去搞好人際關係 我也不能跟你說人際關係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不能言說你只能自己的去體會 可是我覺得在人際關係這方面 不管是在大學或出社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學習不侷限在社團裡 嗯我覺得因為我大學四年其實非常活躍於就是社團活動 我覺得社團活動能帶給我的東西非常的多 嗯不管是軟硬能力、社交能力、交際啊 或者是一些辦事能力都好 我覺得這是課本上沒有辦法學到的 所以在看影片的你如果來了大學之後 嗯我會建議你就是你可以挑可能一兩個 就是你有興趣的社團去參加 它會給你的收穫其實非常的大 再來就是try 我認為任何事情都應該去嘗試一下 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什麼樣的事情 跟什麼樣的人會改變你的一生 我相信就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很明確的方向 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很多事情你沒有嘗試一下 你完全不知道你到底喜歡什麼 透過了嘗試其實你才能找到你喜歡的是什麼 不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這個嘗試會讓帶你到 更不一樣的世界去看看 我是這樣覺得的 我是這樣覺得的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擇你所愛愛你所擇 這句話其實是呼應我影片一開頭所說的 Make your choice be yourself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在人生的過程中 不一定每個選擇都是 就是出於自己的意願 你可能會受父母親家人朋友甚至是社會的狂狂所影響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建議大家就是做的每個決定 你要依照你自己的本心 就是選擇你自己想要的就是選擇你自己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到這樣子的話 你到可能你80歲回首忘回來 你所度過的好幾十年 你才不會覺得後悔 所以希望看影片的你們都可以活出理想中的自己 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那感謝大家收看我的IOHash講座 謝謝